亲爱的同胞们 同学们 寒辞冬去 春到人间 农历假成农年即将到来 在这持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我仅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向全体在美工作 生活 学习的华侨华人 中国留学生 中资机构人员 和你们的家人 致以最美好的节日祝福 翻开时光相册 过去一年很不平凡 中国在风雨洗礼中砥砺前行 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积极主动扩大开放 正以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美元首在旧金山成功会晤 达成20多项成果共识 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一系列主场外交 迎来五周冰棚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落地生根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扎实推进 时光不复努力 让我们为昂扬奋进 欣欣向荣的祖国点赞 去年五月来美工作后 我见到很多始至不渝的老朋友 也结识了很多为中美关系 鼓于呼的新朋友 从大家身上感受到了中华儿女 彼此间的亲情和友爱 对祖国的牵挂和祝愿 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盼和支持 大家在美心情耕耘 刻苦学习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不忘关心支持祖国发展建设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积极搭建交流沟通桥梁 在此我向大家表示 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中国中美使领馆将一如既往秉持 外交为民理念 用心用力用情维护同胞利益 提供优质服务 永远做大家的坚实依靠和温暖港湾 龙代表吉祥 兴旺和力量 新的一年 新的期许 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再创辉煌 祝愿中美关系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沿着正确航向 行稳致远 祝愿每一位龙的传人顺随安康 梦想成真 给大家拜年了 也订阅 在相互